我叫Amy 負責採雲宿舍的社工工作 宿舍裡其中一部份的服務 是提供服務給未婚的媽媽住在宿舍裡 這些未婚媽媽進入宿舍住的時候 我們首先安排一個宿位給她們 住到她們要分娩 然後回到宿舍坐月 坐月大概有1至2個月的時間 坐月這段時間 我們有些同事都有豐富的經驗 照顧嬰兒子和媽媽分享 他們差不多坐完魚的時候 我們都會和對方的社工商量 其實他們的離社計劃是怎樣 通常我們都會在他們的經濟能力 有些經濟能力好的 對方的社工容易幫他們遷出 但大部份來說他們的經濟能力 都是比較一般的 我們都會幫他們談談 勸他們需要儲蓄 又或者會不會找一些分析給他們 甚至乎有些他們可能分娩後 他們有情緒的問題 又或者他們第一次做媽媽 不懂得如何照顧嬰兒子 我們都會在家庭房間 如果在家庭房間有空位 我們都會把這些媽媽 遷到家庭房間 讓他們繼續住一段時間 讓他們穩定了 例如懂得如何照顧嬰兒子 和他們的經濟都比較轉好 然後再安排他們找適動的地方搬出去 我們就有這些支援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活動給他們 例如一些健康的講座 可以聘請外邊的人回來講 亦都會跟他們有些小組的活動 讓他們不會在宿舍的時候 那麼悶 經常有四張牆 所以令到他們都可以舒緩一下 他們自己的壓力 只要我怎樣看這些媽媽呢 其實我也很欣賞他們 因為他們大多數 他們都想要他們自己的嬰兒 有很多他們生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很努力去學習 怎樣照顧他們 或者研究一下食物 哪些適合嬰兒子 和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這個嬰兒是他們的寶貝 而且他們都很尊重嬰兒的生命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帶他們來這個世界 他們都要負責任 去照顧他們 這些都是我很欣賞他們的地方 或者你還有一種環境的地方 一些很難地 那麼能夠學習 我只是想要在家裡